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的王朝 他的创始人朱元璋 经历了从农民奇异军到皇帝的传奇经历 成为了一个杰出的人物 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蒂 同样是一位明智而果断的君主 他通过发动静难之意成功夺取了皇位 并开创了一个繁荣的石器 被后人称之为永乐盛世 明成祖朱蒂去世后 经过艰辛困苦的努力 身体有些残疾的朱高赤最终登上了皇位 并定下了年号红夕 事实证明 这个体态臃肿身体有点残疾的皇帝 确实是一个仁慈宽容的良好统治者 然而 尽管他的治理受到广泛认可 他的统治时间却非常有限 在红夕元年五月 朱高氏作为皇帝仅仅支掌了十个月 便离世袭去 朱高氏已经去世 皇位再次空缺 这个位置不应该控制太久 因为很多人都渴望争夺他 在他生病期间 就有人开始垂涎这个位置了 想象一下 皇位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那么 这两个基于皇位的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是弟弟朱高旭和儿子朱瞻基 接下来 让我们从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开始探讨吧 朱高氏在1425年5月28日突然发病 当时他正在北京皇宫中忙于政务 只有几位大臣和太监陪伴在他身边 意识到自己寿命不多 他迅速写了一封信 命人将太子召回来 朱高氏还嘱咐他们 行事要小心 不要让其他人 尤其是汉王等人得知自己的死讯 朱高旭是朱棣的第三个儿子 也是朱高氏的弟弟 他一直对皇位心怀际瑜 与朱棣多次发生冲突 他被封为乐安王 在手下拥有数千士兵 为了防止他趁机造反或杰杀太子 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许多密探被派往北京监视朝廷的动向 以防止汉王得知朱高氏去世的消息 朱高氏的皇后张氏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汉王朱高旭的野心 天下皆知 尽管汉王身处乐安 离京城上远 但他的密探却频繁往来于两地 向他汇报京城的消息 一旦京城发生异动 汉王会迅速做好准备 有意图造反多位 朱高氏去世 朱瞻基未归的这段空隙时间 对汉王而言是最佳的机会来进行破坏 他可能不仅针对京城的动态行动 还可能将矛头指向远在南京的朱瞻基 阻止他顺利返回京城登基 因此 朝廷必须设法保守朱高氏去世的消息 每之一天 汉王得知此事 就减少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而朝廷则增加了一份胜算 为了确保国家稳定 他做出了重要决策 他直派自己的三儿子 湘王作为秘密监国 并由老臣夏元级在旁辅佐 所有事务都经过湘王和夏元级商议后 以仿佛皇帝仍在世一样的方式发布命令 张皇后在选择监国人选时考虑得非常明智 首先 湘王是张皇后的亲生儿子 同时也是朱瞻基的同母弟弟 此时此刻 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汉王 并且拥有共同的利益 那就是确保皇位的顺利传承 因为他们清楚 如果让汉王登基 母子俩都将面临不幸的结局 其二 湘王并非张皇后的次子 而是他的三儿子 他的同母兄弟岳王仍然在世 如果朱瞻基在旅途中发生意外 继承皇位的将是岳王而不是湘王 张皇后选择让湘王担任监国 而非继承辈子更高的岳王 有效地避免了监国王子产生野心 以免引发内部纷争 这样做可以确保后宫的稳定 而辅佐监国的老臣夏元吉 是朱高赤生前备受信任的重要大臣之一 他在朱高赤还是太子时 就始终坚定地支持他 甚至曾为他进过监狱 在朱高赤临终之前 夏元吉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现在 在湘王和夏元吉这对老少搭档的配合下 整个北京城实行了严格的戒严 所有事务有序地进行着 解决了监国问题后 张皇后和大臣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是如何通知朱瞻基朱高赤的去世消息 以便他能尽快回京处理重大事务 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尽管朱高赤的去世消息已经被封锁 但宫廷内人员众多 汉王的密探无处不在 封锁消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延迟汉王的时间 而并非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因此 无论是通知朱瞻基的人 还是将来回京的朱瞻基本人 都可能面临各种意外情况 这个信使必须勇敢而机制 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况 同时 这个信使还必须保持绝对的忠诚 能够直接将消息传达给朱瞻基 而不会在途中转向汉王所在的乐安 经过深思熟虑后 张皇后和大臣们选择了宦官海寿 和礼部官员邝忠作为送信人 海寿和邝忠接到信件后 迅速启程前往南京 他们选择顺着京航大运和航行 途中面临各种困难和危险 除了要躲避汉王的追兵 他们还必须应对沿途官员和百姓的询问 为了保密 他们只能编造各种借口 声称自己是前往南京送礼物或办公物 同时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信件 确保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其中的内容 经过艰辛的旅程 他们在六月初抵达南京 并成功找到了太子朱瞻基 朱瞻基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王子 与朱棣相貌相似 备受朱棣的喜爱 他曾多次随朱棣北征 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在南京 他展现出非凡的才干和决断力 积极主持迁都的准备工作 当他接到父亲的信时 他感到震惊和悲痛 然而 他没有耽搁太久 当天就带领一支青旗部队出发 急速前往北京 朱瞻基回京的路途艰险重重 有人建议朱瞻基率领重兵护卫 或者选择走小道 以尽可能避开汉王的结迹 然而 经历过祖父身边战场的朱瞻基 充满了自信 他在收到消息的当天就出发了 只带领青旗士兵 沿着一道急迟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京城 那么朱瞻基是如何成功避开汉王的解伤呢 朱瞻基从南京回到北京的路上 并没有经过乐安 然而 汉王早已得到消息 并派遣了一支精锐士兵在路上试下埋伏 准备解杀太子 汉王认为太子一定会带着大军护卫 或者选择走小道 以避开主要道路 因此在关道上设立了多的关卡 并派人在小道上进行巡查 然而 汉王万万没有想到 太子只带了一支亲戚部队 从一道上全速挤持而来 太子认为速度至关重要 只要能尽快返回北京 就能稳定局势 他坚信自己父亲在上 天下归心 没有人敢心存意志 他还说 别人未必知道我会这么快回到北京 果然汉王派出的人没有接住太子 让他平安返回北京 这是因为太子行进速度过快 汉王的人来不及做出反应 此外 太子只带了一支亲戚部队 不像大军那样引人注目 汉王的人可能认为太子还停留在南京 或选择了小道 没有料到他竟然从一道上飞驰而过 当然 这也得益于朝廷的协助 当皇后派出一支皇家精锐骑兵 在距离北京约150公里的固城一带 成功迎接了太子 这确保了太子在最后一段路程上的安全 从朱高氏去世到朱瞻基返回京城 整个过程共计耗时22天 1425年6月27日 朱瞻基正式登基 成为明宣宗 他继承了副祖的遗志 致力于推动明朝的国力和文化发展 然而 他也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多种挑战和危机 然而 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勇气 他成功地解决了众多问题 并开创了宣德盛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上并非所有皇位的继承都是平稳顺利的 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 然而 只要我们怀有坚定的信念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能够克服困难 朱瞻基是一个典范的例子 在父亲去世后 他没有被悲伤和恐惧所压到 而是迅速采取行动回到北京 成功地继承了皇位 他没有被汉王等人的阴谋所吓倒 而是果断地平定了叛乱 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他没有被权力和富贵腐化 而是勤政爱民 广大贤财 推行改革 促进发展 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明君